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和大家分享 祝福越给越多 网络上有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说到 有一位老妇人 她原本有一个儿子 但大约在十年前 因为经商失败而自杀了 因此留下老妇人独自生活 而老妇人可能因为受了太大的打击 精神状况一直不是很好 大约五年多前 老妇人拿了一本 已经剪脚作备的存责来到了邮局 说要提领一百元 邮局贵员告诉她 存责已经失效 而账户里头也已经没有任何存款了 但老妇人质疑说 她的儿子每个月都会给她三千元的零用钱 就这样赖着不走 邮局没有办法 只要按下了连线派出所的警铃 十分钟后 老妇人被带去了派出所了 第二天 第二天带走老妇人的远警 一早就等在邮局门口 她拿了三千元给邮局经理 请经理每天在那个老妇人来领钱时 行礼如意一般 然后给老妇人每天一百元 并请经理每天对她说 你儿子好孝顺哦 就这样持续了大约半年 那个远警要调到外县市服务了 她临行前来邮局辞行说 她以后无法再来了 那间邮局只是间小型资局 总共只有四个员工 但他们告诉这位远警说 他们会每天继续让这个老妇人领一百元 就这样 他们四个人人流支付老妇人提领的一百元 一直到老妇人去世 而那位远警及邮局员工的善举 老妇人始终都不知道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是个行善不为人知的人呢 故事里远警及邮局员工的善行 在这个人人都急于出头 急于被看见的世代 真是显得格外宝贵啊 在圣经中有一段话说啊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附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这里说到当你行善帮助人的时候 即便没有任何人知道 没有任何人看见 但上帝都已经看见了 并且上帝不要亲自报答 你所做在他人身上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丰盛的神 上帝热意祝福那些 愿意行善帮助人的人 在圣经中也说到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伸斗 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的道在你们怀里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当你愿意去成为身边人的祝福 上帝应许 他必将丰盛的祝福 倾倒在那些愿意给予 愿意去帮助人的人 亲爱的朋友 帮助别人最大的回报 不是人的称赞 而是上帝的纪念 如同圣经所说 就算我们做的没有被他人看见 被他人纪念 但上帝都已经记在 他永恒的应许中了 并且上帝更应许 他会吃你更多的丰盛 使你有办法去祝福更多的人 今天让我们一起用全新的眼光 来看待给予吧 给予不是减少 而是增加 没被人看见不是亏损 而是更大的祝福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抓住 这个蒙福的秘诀 成为一个源源不绝祝福的导管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声斗 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